接下来大家会有本场比赛最后一队登场亮相的人马组合 来自基姆勒马斯学府的哈扎克拜和他的海王青 那么三度登场亮相期待一个完美的表现 开场之后他和这匹海王青整个的行进速度保持来非常的快 海王青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匹马 所以对于这些相对更成熟的马来说 骑手在赛场上也是更敢于去提升马匹的这样的一个行进速度 同时因为更加成熟更加稳定之后 每一次跳跃也是非常的稳健 胜利拿到了第二赛段参赛资格 一起来看看第二赛段比赛的情况 还剩下最后的三道障碍 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能够最终一简样的成绩 完成本能比赛的行进 最后两跳 目前行进速度保持来非常的快 主要也是一个小的回转路线 但按照这样的一个行进速度 应该能够创造一个更快的行进的用时 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最终的成绩 哈扎克拜和海王青行进喜29秒50 各位大佬 创作不易给个三连吧 跪谢了